我要愛 遲遲把你放開 你是頭 你是紫 吃出來一面 誰就跟我走 我的路上遇到多少 奇跡和障礙 我的女孩 我穿越重重人海 停不下來 看最後誰是就愛 誰失敗 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圖 無論如何我都一定要回答你身旁 我要愛 就只把你放下 我要夢 想把你的漫畫 無論路上遇到多少 奇跡和障礙 我都不怕 我存在 只為了你的愛 你一直 都活在我心安 每一天 睜開眼睛 你的陽光都在 那就是我要的未來 那就是我要的未來 我要你的愛 我要你的愛 我遺忘 到明天 只為你存在 我身邊的離譜 那麼多 為你無論如何 糟了 这是盼美德的陷阱 我冲击 喂 姐 你在哪里 你怎么嘴不跟我讲一声呢 我们约个地方见面 见了面再谈吧 什么 你已经搬去跟Peter一起住了 也不是这么说 我只是暂时去避一避 你不要误会 我才没有误会呢 我已经说过 我跟Peter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让你更快乐 其实你搬去跟他住也好 这样子你们就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 可是我的快乐 却会建筑在你的伤心痛苦上 才不是这样呢 我们是双胞胎 有很强的心念感应 不是吗 那你感觉我 现在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是不是 我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妹妹 将来要是谁娶到她 一定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其实我才没有那么好呢 你有 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好的 我向你保证 所有的不好都会随我而去 我要你拥有最好的 因为你要活双倍的生命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你 好了 不要讲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好 那这个送给你 我买了一对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我这个做姐姐的 都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 谁说的 你就是我这辈子得过最好最好的课 好 好 这样 完蛋 刚刚好 当然了 我们是双胞胎 姐 还有一件事 我去饭店找你的时候 碰到尾翔里 我听爱恩的人说 为了怕穿帮 他们跟尾翔闹翻了 我想尾翔一定是伤透了心 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只好到你住的饭店 他还跟我讲说 叫我跟你说声抱歉 他说 你怕害怕看到他 其实他没有打搅你的意思 看尾翔孤孤单单的样子 我真的觉得他好可怜 帮帮我 你会帮我去安慰尾翔 对不对 我 我 我对尾翔 有太多的内疚和歉意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分给他 尾翔就交给你了 答应我好不好 姐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会尽力的 嗯 好歹也看看结果是什么吧 你回来了 晚餐就快好了 让扶嫂做就好了 哪需要你亲自下厨 没关系 反正我喜欢做 你要不要先去换个衣服 轻松一点 他真的动过我的保险箱 对不起 我动了你的保险箱 你凭什么 凭什么动我的保险箱 因为 因为我必须这么做 你不如说你是有目的的 你说那么多花言巧语 全都是虚亲前义 对不对 你想尽办法进入我的身体 知道我的意思 你到底想干嘛 我判彼得在你面前 还能有什么隐私呢 你想怎么对付我 我没有要对付你 我没有 没有 当初在医院 你向我告白 我听得觉得是天方野弹 慢慢地被你说服了 却没想过小小的保险箱 一撕你就破功 我发现保险箱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是想的 是不是很开心 想的潘彼得 你被逮到了 是不是 彼得 你把我的手弄得很痛 你却没想到 保险箱那么容易就可以打开了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你想知道保险箱里面有什么吗 你想开保险箱吗 我开给你看 你记住密码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什么都没有啊 我都没有这样做 我的人生就快结束了 我只是想把我一半的遗产留给你 我以前是这样子想过 可是已经过去了 本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可是现在我是甘心情愿的 你算是一种秀买吗 我都要离开这个人世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人家说 遗嘱最能反应 最真实 最赤裸的人生 现在 我心里面的最爱 最割捨不下的 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了 所以我一点犹豫都没有 我们明天就去找律师公证 找律师 以主要经过律师公证 才有法律效力嘛 我是认真的 两位请坐 林律师今天还有别的案子吗 没有 今天一整个上午都会庄小姐服务 那请您 让我们庄小姐感觉一下 你的专业态度 好 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只是立行的公司问一下 请问庄小姐 是不是在自由意志下 写下这份遗嘱的 当然 好 那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愿 帮你进行公证 小姐 你来了 不好意思 林律师是我特别邀请的 为了渗走期间 是 微笑 你赶快把这些文件看一下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年纪轻轻的立什么遗嘱 你在担心什么 人有但系或福 什么事情总要事先安排好 我要立遗嘱 你们当律师的不做生意吗 那我就更不懂了 你居然还真的立遗嘱 而且还分一半财产给这个假伙吗 我想 我有权利处理我自己的财产吧 那小凤呢 你外公 还有你妈妈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 是啊 是应该有他们的名字 可是不应该有潘比德三个字 否则你对不起他们 你更对不起你去死的福报了 你到底以什么身份讲话 是被淘汰出局的手下败家 还是眼红不甘心的乱长下呢 非要 就算你真的昏了头 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家伙曾经要害你 你居然还真的立遗嘱 你这样是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碰我 非要,你听我说 你不要碰我 黄山,你不要这样子 黎卫翔 请你像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好吗 无论于公于私 你都没有立场过问这件事情 你在这样死缠烂打 不要说我看不起你 传出去也会成为律师界的笑柄 可是我不在乎啊,飞扬 我在乎 我不想要我的名誉 被你用这种抹泥巴的手段给拖下水 我现在 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对皮特的爱 我爱用什么方式表达 就用什么方式表达 就算爱到执迷不悟 我也不会后悔 没有人管得着 尤其是你 黎卫翔 好 好一个执迷不悟 不会后悔 是 会不会后悔 黎卫翔 莫来帮装下些公证吧 你 是 黎卫翔 我来帮装下些公证吧 我来帮装下些公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你 潘彼得 我李伟祥认输了 也恭喜你 未来的潘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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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来变去的摸都摸不清楚 现在爱得死去活来了 说不定哪天一个不爽就翻脸了 这份遗嘱要唬别人可以 要唬我们是不可能的 除非潘彼得娶了庄彼得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成为法帝的计程 装飞养还那么年轻 那遗嘱随时都可以改 所以你就不要再沮丧了 你的条件跟你的魅力 你不会输给那个姓潘的 我看 你也别干什么律师了 你就毛起来死追活追 下个月就来个败部复活 婚礼加上改立一组 男主角换你做 你是来安慰我还是讽刺我 飞扬已经百明要跟我撇清关系了 只不过没想到他真的那种笨 搞不好 提前把财产给转名了 那么连小凤她的母女那份 都会被潘彼得给吞了 你知不知道 那姓潘的有本事你能怎么样 我好心来陪你喝酒提醒你 你干嘛拿酒泼我 不要这样 不解释还好 越解释我越弄火 你失恋就失恋 跟平心潘在我身上 对不起 她喝多了不好意思 吴翔我们走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等一下 吴翔 干嘛 好 算我太冲动了可以吧 这一团 吴翔 我请客 这样走行了吧 好 好了啦 你那么轻松干嘛 我记得曾经有人哭着跟我说过 他只是心软 心里面根本不适合这段感情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弄回来烟箱隐散人呢 难道飞扬立足给潘彼得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你 犯人怎么样 我也记得有人跟我讲过 什么爱过就没有遗憾了 总比我现在糊里糊涂的好 我都可以做到了 现在反正是你自己现在里面 光说不练 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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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出息 我承认 我在替飞翔公正的时候 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我对她已经彻底死心了 对不起啊 薇翔 我不是故意要骂你的 反正這樣也好啦 你就一次給他痛完啊 以後就不會再想了 我不可能不想 那... 我們不要想這些不開心的事情嘛 你看嘛... 現在是一條絲巾對不對 等一下它就會變出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只是想把這個玻璃花球送還給你 它真的有魔力 有了它以後 我每次跌倒 都可以很快的就站起來 所以我想 你可以收回這個玻璃花球 這樣子你就會永遠快樂了 傻瓜 傻人有傻福嘛 你就是太聰明了 要像我一樣 笨笨的就會很容易快樂 玻璃花 對阿恩好不好 他們都很內疚 可是人總要像現實地頭了 這個人不會是我的 小楓 謝謝你 謝謝 玻璃花 對阿恩 對不起喔 今天只能為你做到這樣子了 我還有好多事情要買喔 好 好痛 好美的戒指喔 這個戒指就是潘彼得阿上非常求婚的戒指嗎 嗯 小楓 小楓 尺寸合不合啊 應該沒有問題啦 我去夜市買一模一樣的 送給我姐姐一次 結果她帶起來很合耶 我就抓那個尺寸去選喔 小楓妳好聰明喔 現在萬事皆備 直欠弄瘋了 弄瘋了 小楓 妳指的是 當然是Peter啦 飛揚那邊我看是絕對沒有問題 他的一顆心 早就飛到潘彼得那去了 對啦 既幸福 具有心酸的整形樣子 小楓 妳確定 妳有能耐搞定Peter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小楓妳好偉大 混亂是我一定做不到的 沒事 決定的事情 就不要去後悔 小楓 好運 加油 我們福爾摩沙旗下的銀行 這次跟大華銀行的合併案是勢在必行 在激烈的競爭之下 為客戶做全方位的服務 已經是大勢所趨 這個案子工程非常浩大 但是我最近的身體不太舒服 可能比較難負荷 所以今天我正式向各位宣布 從今後公司裡大小事務的決定權 全都交給潘總經理負責 各位 有什麼意見嗎 潘總經理的資歷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交給他我也很放心 希望今後 大家能夠合作愉快 潘總經理 會議交給妳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對我的支持 謝謝各位對我的支持 也恭喜妳 未來的 潘太太 小鳳 妳去找偉翔了嗎 妳有沒有找到她 她怎麼樣了 我是擔心她那麼激動 萬一又做出什麼 令人頭痛的事情來 我真的很怕她 不會的 偉翔她不至於那麼衝動 她絕對不會傷害妳的 姐姐妳要相信她 天啊 小公 我是怕她傷害她自己 妳不要擔心 我都答應妳 我會搞定偉翔的 我今天來找妳是因為 有點小穿幫 媽媽知道妳不住在飯店了 為什麼 媽本來說要煮湯給妳喝 她打去飯店 結果飯店說妳退房了 不過妳不要擔心 她不知道妳住Peter那裡 我隨便呼呼她過去了 可是她說晚上要叫妳回家吃飯 所以我就先來找妳套好招 我就說妳躲狗仔隊 所以就換了別家飯店 好 我知道了 謝謝妳 真是辛苦妳了 姐 妳說什麼 我說辛苦妳了 幹嘛想這樣 沒事 那我先走了 拜 好 小方 妳沒有話跟我說嗎 妳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再給妳解釋清楚的 請妳幫我保守這個祕密 好不好 求求妳 Peter 董事長 我現在要提醒你 下午兩點要跟大媽媽 銀行的董事長開會 別忘了 好 我去準備 這 這張詞片就可以解開 潘彼得的電腦印嗎 請問一下 喂 非洋 你在哪裡 Peter 我 對不起 你能不能到我辦公室一下 因為我忘了把那個寫意書帶著了 好 沒問題 我的密碼是1936 你的密碼 你輸入進去就可以了 銀行合併寫意書住在我的文件夾裡 謝謝 那你電郵給我好嗎 好 沒問題 我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大意 就是因為非洋相信我嗎 電腦裡頭 還有我以前一些私人的帳簿資料 會不會給非洋發現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以前的帳簿 我已經把那些文件都刪除了 這樣以後 妳就不會再有 任何不好的證據了 就像之前 我把證物還給妳 利益主把財產交給妳 還有把公司的大權 也都移轉到妳手上一樣 我就是不想再面對那些不好的 只想留下最美好的 難道妳還不明白 還在懷疑我嗎 妳知道嗎 剛才妳不自覺把密碼告訴我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很感動 這表示 妳的心靈一直都用我 一直都用我 媽 對不起 我搬去飯店是臨時決定的 有點倉促 就忘了打電話給妳 看妳擔心了 好了 沒事就好了 雖然我窮緊張 哪個做母親又不是這個樣子 趕快吃 妳喜歡吃的 給妳 謝謝 看來小鳳對飛揚 拆散她跟潘彼得的事 真的已經過去了 到底是血濃水 那 飛揚和韋翔的事呢 跟我吃 我有了 妳們最近有沒有跟韋翔聯絡 上次我聽妳們說 她跟IM那幾個孩子鬧彆扭 和好了嗎 早就和好了 好了 潘彼得最近有找妳麻煩嗎 什麼意思 像她那種人 不會這麼簡單去死了那條心 小鳳 妳有沒有偷偷的跟她來往 這個妳問姐最清楚了 是啊 媽 都過去了 妳就別再數落小鳳了 對啊 這樣 飛揚 最近妳們兩個姐妹 常常在一起交心 我想小鳳看得開 也一定也辦得到 我來打個比方好了 就像我們眼睛的睫毛 最接近我們的眼睛 而我們常常又看不見她 媽 就像我們人一樣 常常忽略了接近我們 跟我們很重要的東西一樣 對 媽 妳說的都對 妳今天心情很好 除了菜好吃 對 真的很好吃耶 媽 飛揚 我說的睫毛就是韋翔 妳如果拉不下那個臉 我去說 媽 姐的事情她自己會處理 妳也知道她臉皮薄 妳總要給人家一點時間 對 吃飯 好 我不吃 我不吃 吃飯吧 對 吃飯 吃飯 真的跟媽坦白不理Peter 這樣媽就會放心 我早就看開了 我對媽媽說的是真心話 何必呢 我不是說了 不再跟妳搶Peter了嗎 我早就看開了 只要Peter他是真心對妳好 我發誓我絕對不會傷心的 小鳳 妳又要安撫媽 又要安慰我 我知道妳在搶眼話笑 我沒事 我很好 你們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只要你們好 我就好了 可不可以 妳 不要這麼善良可愛 不要這麼處處犧牲 這樣結婚捨不得走啊 那妳就不要走 不要走媽 為了媽 為了外公 還有為了我 妳要加油 不是有句話說 只要用力呼吸 就會看到琴琴 姐 妳要努力好不好 好 好 我努力 我一定會努力 為了媽 為了外公 為了妳 還有為了 還有為了Peter 對不對 這陣子 妳在Peter那裡 妳們一定聊了很多吧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 妳們到底說了什麼 她才會讓妳那麼感動 把財產讓給她 我們沒有說什麼 也不需要說什麼 因為 真愛是沒有任何條件的 不過我今天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Peter告訴我他的電腦密碼 這表示她已經對我卸下武裝了 我們不再是敵人了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不夠的我要讓妳更開心 我一定要讓姐姐幸福 一定要 她 為什麼飛楊的心裡不見了呢 一個人不是佔有他 而是讓他快樂 不是嗎 我不會再比妳做任何事了 只要妳哭得快樂就好 我的人生就快結束了 我只是想幫我一半的一產 留給妳 我是甘心情願的 妳算是一種秀門 我都要離開這個人世了 還有什麼好計較的 人家說一種最難反應 最真實 最赤裸的人生 喂 到哪裏去 我去接妳好不好 妳能夠打電話給我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很溫暖了 只是我不過來了 為什麼 名不正言不順的 我想搬過來不太方便吧 妳回飯店 那妳不怕李偉翔去騷擾妳嗎 她大概知難而退了 我也不怕再面對她 晚安 繼續說吧 我已經調查過 發現了那三筆巨款 分別是從潘比德的祕密帳戶裡面 傳到香港的一個帳戶裡 前進後後加起來總過七百萬 而且就在意外發生了 前兩位秘密帳 潘比德 我總算逮到妳 丁先生 那七百萬一定跟我爸的 意外有關係 說不定就是收買駕駛的臭辣 我想我們現在只要 把戶頭查清楚 應該就會有答案 那麼請妳立刻飛一趟香港 查出那個戶頭到底是誰的 我不會讓莊長姐失望 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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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買菜 要不要跟我去 媽 我好困惱 妳自己去 我想再睡下 妳這個懶鬼 以前從來不賴床的 連冒充飛揚 當千金小姐的時候 妳也忙得不得了 就像我們眼睛的睫毛 最接近我們的眼睛 而我們常常又看不見它 就像我們人一樣 常常忽略了接近我們 跟我們很重要的東西一樣 我的小鳳 不也是眼睫毛嗎 她的貼心犧牲 怎麼會變得理所當然呢 我對她的要求太多了吧 小鳳 妳一直都是媽 心裡面的千金大小姐 好好睡吧 我對她的要求太多了吧 我對她的要求太多了吧 小鳳 妳一直都是媽心裡面的千金大小姐 好好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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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太素了一點了耶 下一套 我覺得這套好花俏喔 不夠正式 下一套 對 我覺得這款式好像還好耶 我覺得太肉 今天就來個母女約會 給小鳳一個驚喜 好 等一下 妳的電話我來電話好了 好 這誰的電話 現在是我們的 我的 喂 小鳳 喂 你聽得到嗎 喂 媽 媽 妳搞什麼事啊 妳在幹什麼啊 怎麼那麼喘啊 我 在運動 在運動 那飛揚跟妳在一起囉 對啊 我跟飛揚在一起啊 因為我跟她太少不來活動 所以我就帶她來運動 喔 這樣子啊 那好吧 妳們做運動吧 好嗎 拜拜 喂 喂 做個運動 洗個澡 兩個小時應該就夠了 那就改看下一場好了 打電話問飛揚 看他們那時候有沒有碰 喂 喂 喂 總長 三線有您的電話 好 我等一下再回電話 是 總長 媽 怎麼樣 找我有事啊 飛揚啊 你在上班啊 當然啦 不然呢 怎麼了 沒事 沒事 你去忙 我只是怕你 忙過頭忘了吃中飯 提醒你 沒事 好 我會的 媽 拜拜 小楓跟飛揚 他們兩個根本沒有在一起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對我說謊 為什麼 小楓 你怎麼會跟我想相親啊 不是相親啊 我毫無心機的梁小楓 跑哪裡去了 我要往上爬 為了這個機會 你叫我做什麼 我都可以 你怎麼這麼傻 飛揚 你不能答應他求我 你不能答應他求我 飛揚 飛揚 你跟你分手啦 走吧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認為 我是你的母親 你從頭到尾都會欺騙我 利用我 就像你利用小楓一樣 是不是 生命隨時都會結束 我的天啊 我必須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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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揚 我怎麼承受得起啊 為什麼妮可 就要犧牲你自己 你可不願意跟我 你怎麼承受 我必須要做 三個月 你不願意 發生什麼 你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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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